是真的 但是他有件事过于极端强 譬如有些人认为 这些是我们 譬如说你不讲谎言 不行就 那他就变了什么 基督的救恩不是在乎你会不会说谎言 但是他一样全部进去 但是他已经走进了什么 极端 我们就要防范他走极端 所以怎样去判断呢 大家要留心 小心 我们圣经是怎样说的 因此 做基督徒 不是 说这么容易 真是容易 容易到怎样 举手决志 孙耶稣洗礼 加入教会 按教会规议去做事 基督徒鸟 所以我要再一次强调大家 这个是形式 是一个过程 你是不是真正是基督徒呢 就是 从何判断 不是靠你的行为 不是因为你改变了 他有些坏事不做了 我现在就 不是靠你自己的感觉 最重要的只是一样东西 我们是否真正得救呢 我们是否真正得救呢 就是你信不信 圣经的应许 圣经的应许是什么 约翰福音三章 十六节 叫一切 信他的人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你是信这样东西才行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是一次过的 是不会失去的 因为 神救你 就必救你 到底的 因此 你信耶稣 得救 就是 凭着你的信心 去接受 那有什么可以证实 我是得救呢 就是 生命有没有改变 为什么叫重生 一次 相信 永远得救 有没有叫三生的 有 四生都有 一代二代 就是三生 信耶稣得永生 就是要你有 跟尼哥底没有对话 要重生 只有重生 重生就是什么 再生一次 因此 因此 你是不是真正信耶稣 就是你接不接纳 这个 神的应许 而你的生命 是不是真正改变 怎么改变 一日之间 一日之间 变了完全人 原本是大骸子 现在变了大圣人 一日之间 应该是 你一接纳 神力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你一接纳他的时候 他就将你改变了 但是我们还有个老我 所以保罗说 我想做 他做不出 我不想做 我就要做 我们看肥立比书 证明 我们 入门是重要的 我们不要走 欢门 走大路 是要走 窄门 小路 是通天之路 我们看肥立比书第四章 应该是 第十一节 他怎么说的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境况 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 学会了 记住 学会了 我去学跳舞 学都不懂 尤其是说要跳tango 真的听了就高了 一听我就高了 学都不懂 学都不懂 是需要付代价的 是要不断的去学的 今天学会一些 明天学多一些 因此 你是不是得够呢 还要 不要 有一个这样的概念 是你有什么特殊的经历 好多人信耶稣 是因为有一种特殊的经历 我病道 坦坦要 求过皇帝先 求过什么吃过什么 服辟吃过什么 都不好 那么 没有办法 有人告诉我 耶稣能治病 信得我的 是吗 盲的就开眼 耳聋的听见 毕竟要走路 没有信耶稣那个人告诉我 那我就去 结果 大家跟我祈祷 我又跟着闭上眼 结果 我真的好多了 这个特殊经 我们可以去信耶稣 再患一次病 已经不好了 卖冤 不是的 所以我们不是靠这样东西 是靠 英语 靠神的英语 你凭信心去领受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这个 末后这个世代里面 真是 假先知 到处都是 我们一不小心 我们就会跟随了他们去 罪求神医 追求谎言 追求各样的 特殊的恩赐 而忽略了 基督 要我们做的事 是吗 大使命 要去爱人 要去宽围 那我们现在回头 来看 《马太福音》 第七章 两种果树 两种果树 主耶稣在这里用两种果树来做比喻 证明 证明什么 证明这个果树 原本是假的 原本是坏的 其中 如果我们下证明 在证明 有证明 那种 下证明 证明